包括他跟马龙的交手 马龙在和朱石鹤打完之后 肩膀也出现了一些伤痛 可想而知朱石鹤的削球非常有实力 出给马龙获得亚军 韩国队的教练李哲成 稍微偏向于正手一些 那么偏正手呢 要使一些劲 抢出 这个球是一个加转的 下转球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局 现在王浩啊 所以如何从其他的一些方向 方便来打开这个突破口 你看这种球在台内控制之后 中间位让对方正手来削 这个球也可以找一些机会来 强攻 出 出 两个目的 一个是备战 考察考验 五月份参加路特丹市拼赛的人选 另外一个在6月1号将会有一次报名 奥运会的报名 6-4 7-4 11-5 调整好动作和拍行 应该来讲高水平的运动员 就基本能够保证这个运动率 拉住反手 拉起来 非常低 很转 再发力 6-3 这个球王浩还是 9-3 11-3 比较单调 进攻的机会也几乎没有 所以比分差距比较大 1-3 以重任上 去关注这块的发展 也在说这个2012年奥运会的参赛人选扑朔迷离 这个球 有些晃 4-3 4-5 5-4 5-4 逆转了马林 马林是在3比1的领先情况下 被水谷损逆转 下半区是王立琴胜了许新 男子的力量 绝对力量要远远大于女运动员 所以萧球啊 他是男上加男 好的 萧柱 萧柱 漂亮 7-6 69 9-7 哎哟 有了 王浩救起来 这个球区王浩救起来之后啊 8-10 8-10 11-8 最后一场比赛 不是正常的能够跳起来 直接就往下钻 往下走 拉中间 盯住 搓球了 一般的销球事物 是销球的一个最大的天敌 5-3 5-4 5-4-6 5-4-6 2-4-7 5-7 1-4 5-1 5-9 5-6-9 1-4-7 6-7 1-4-7 1-4-9 2-3 最大的目标 就是在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能够再次进决赛 去夺取这个男单的冠军 和正手 是有同样的威胁和作用 现在王浩已经拿到了赛点 精神上 盯不住的话 可能这个比赛他会更加下风 那么王浩就拿下这场比赛 晋级到了前四名 观众朋友们这场转播到这就结束了 在这场比赛